飘了 这么玩的 再换回去 哎呦 阿星是为我们夜宵杯 在做节目消滚了 哎呀阿星这把 这真的 他要三抓 我都觉得他没好好打 以他的实力来看 泽廷哥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 真的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感觉 因为权势这边并没有特别的针对阿兴啊 比如说掏个其实打厂长感觉掏个什么律师啊 主要祭司和勘探感觉真的打厂长好用吗 不好 肯定不好用 他那个太给厂长送火了 啊 现在我们是待会可以考虑一下权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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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祭司怎么回头 诶 不回头 好像还没挂地压师 他刚刚没有回头啊 在这边直接打了个洞 对啊 他这波打洞回来是想要进前面的板子 应该是 但是他没有他没回头看身位 嗯 他觉得长长已经贴点 那看看看探员 看探员过来也没用啊 这个局 说实话 有句话不知当奖不当奖啊 这个局打到这波 只要成功守住 人救不下来 诶 过半了 看探员飞轮 把人救下来 对 他也不去抓这个祭司了 他过来压遗产阶 管阵看探员 飘起来了 不应该吧 他不认真打了 诶 二弟这把好给力啊 二弟这把刀刀中呀 前面那刀也是二弟打的吧 啊 连大洞 这这这个这个这个局没必要啊 他去管祭司把人挂飞了 不是横着走 飘了 诶 诶 阿兴 他想 他要是把那个祭司挂了 这个局会变得比较单调 无 就是比较单调 阿兴想不行 对不对 原来 原来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要是如果说把祭司击倒了 挂飞了 是不是比较枯燥吗 确实 那种冲击对抗 再换 过来 来回换 我已经看晕了 针对刀 好 这波要求稳了 如果这波再换挂呢 那那那求生者 他也不是对吧 不是四个潘大帅 再追 吃猿仔 哎呦 没有 快点 挂人 电机还差 两个 一产 嗯 其实机子差的不多了 不过外面有一个挂飞的祭司 有一个上挂飞的祭司 对 而且他没大心脏 他是怎么还敢修机 富贵险中求呀 这边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丢啊 那边好像 离的不是特别远 不过祭司手里面洞还是蛮多的 再加上有飞轮 还有一定的牵制力 阿星如果追上头 这个祭司牵制起来 有没有可能 应该是不行 他这边应该会看着电机 如果修机可以传送 不深追 不深追 先慢慢控 慢慢控 把穷者消耗消耗 怎么的 我可以把三个人全部打成残血 待会儿阿星打完以后问问他 那波不挂祭司 是不是为了我们夜宵杯着想 他如果回答是 我们就给他夜宵 不变 他要回答不是 我们就给他夜宵 减半 可以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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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回答是的话我们就给他夜宵翻倍吧 确实是因为如果抓祭司感觉这个局比较 就会会比较单调一点 因为就淘汰掉一个人了嘛 这里来双界合避了 来双界合避了 他们都不会选择不救啊 这开 应该不会 那个他们这个换位应该是要来救了 换位来救这边已经找到了 他要打时间差 趁这个时间差把人 他让2D去守这台机子然后人在这边守椅 但是你守椅的话因为你没有2D的帮忙你这个守椅好像他们守过一半过半了以后再过去啊 这个不知道他主要也没没没火了啊 这里是2D打了一刀 打时间差把这个机子杀了就行 再换 哇这这打的这么飘逸吗 现在 好震慑啊 不是他他怎么怎么敢的呀 要还做动作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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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 开了 开完好像现在拆那个娃 直接换过去了 传过去啊 传过去可以丢娃他要用一个帅气的 但也不太可能次元斩呢这给你次元斩这么远 他刚才丢的是黄娃然后这边再一个次元斩 我就不给你次元斩我可以说我都不给你次元斩 他肯定还剪剪完以后我必须用这个次元斩来收尾 哎哎 哎 别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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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飞轮有飞轮两个洞有飞轮 吃元斩没中哎 玩玩好来有地窖 咱就是说这个吃元斩一定要打吗 对他他必须要打吃元斩 这边祭司 哎呀一个洞过去再一个洞回来还有一个洞还有飞轮啊绕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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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说这个次元斩是不是必须打 真的要打好 阿欣 节目效果给你做满了 就开这一波了 二定 哎呀 我就想问阿欣最后荒补荒 哎呀我就想打吃元斩 哎呀我就知道